幼儿园中班的小男童原本还能自由在公园玩耍 但5月6号确诊因为年纪太小 加上没有手机能绑电子围离 需要由陪同隔离者照顾 重则就落在单亲爸的身上 只为5月9号爸爸出现症状快筛养 想要出门PCR又担心因为身上绑着孩子的确诊 电子围离被困住让他相当无奈 江爸爸担心受罚 想求助没想到感觉却像被踢皮球 5月9号早上7点从1922转到卫生局 被说得先上网登记再转送 可是家中还有确诊孩童需要照顾 又被转到卫生所 但这时间点人员根本还没上班 最后是打给110才顺利出门 政策不断在滚动式调整 电子围离的最新规定 从5月8号开始取消密切接触者的居隔电子围离 但如果是确诊亲诊在家照护者 以及居家检疫者 还是受到电子围离的管制 江爸爸虽然不是确诊者 但因为是照顾者比照确诊办理 只是现在快晒阳必须出门PCR 该怎么办 有围离的要离开 就会跟卫生局联络 那万一有紧急情况需要 需要离开的 那事后也可以补理由 那会不罚 紧急状况移动 一旦离开定位范围 手机的电子围离就会启动 发出警讯 联系当地的卫生所 警察局以及当事人的手机 其实难道不能提前关闭 警戒范围吗 因为系统无法随意更改 只能请被困住的民众 事后补说明 不过新北卫生局也表示 现在家庭接触染疫的状况 越来越多 针对确诊 需要照顾的部分 怎么样管理 也希望中央能在滚动式的斟酌考量 TVBS 顺忍罗宁列 新军小组推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